第一味药 北沙生 北沙生 那么这个北沙生呢 也是典型的补阴药 是清补药 所以是偏寒的 它也有苦味 这个苦表示它能清泄 那么它主要着用的是肺味两斤 所以对于肺来说 它可以补肺阴 这个补肺是补肺阴 它也可以清肺液 其实还可以润肺草 润肺草 尽管我们功效里面没有 对于这个北沙生来说 它是存在的 它能够补肺阴 润肺草 清肺液 所以它主要用于肺阴虚的 草液可受 有草 有液 它能够三者坚固 那么它可以同类的药配物 如果谈可以喘的时候 还可以配物这个 此刻拼喘去谈的药 那么它有着用于胃 那么能够养胃阴 清胃液又能生经止渴 又能生经止渴 所以 常常同类药的配物 如果出现了恶心殴土 那么可以配物 轻微之偶的药 如果有肠草便秘 那么配物这个 这个润肠通便的等等 那么我们书上有的写了 有的没有写 这些原则 都是实用的 都实用 所以对于北沙生来讲 那么就记住了 废位二字 把我们组织和配物 那么共性的问题 把它套进去 所以这个北沙生 就基本上就应该说 都能掌握 另外这个北沙生 在我们教科书上 没有要求属于十八反 没有十八反 有的书上是这样的 我们不主张 因为这个北沙生 我们这个初处是 奔草慧言 奔草慧言 是明代末年 这个泥珠摩的 泥珠摩的一个奔草书 这个远远在 这个神龙奔草经之后 说它不是十八反的内容 说不应该强加在 这个北沙生 因为它和传统的沙生 植物来源完全不一样 它是散心磕的 所以我们今后在药材当中 凡是这个根比较直 比较硬 比较脆 这种沙生就是北沙生 下面一个药 这种沙生就是北沙生